- 港歪新聞網經貿和你聊 我是主持人蔣全翰 今天我們又在空中跟各位觀眾相見了 我們今天又再一次的邀請到未來學的權威 就是我們孫志斌孫教授 主持人好 還有港歪新聞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孫教授是我們國立台灣大學工學博士 也是劉德的學者 還得了我們教育部的職埃的輔導獎 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一個學者 在職場方面的話 在特別產業界都非常了解 但我們知道孫教授之前寫了一本書 叫做未來學 在上一集我們大概也介紹到未來學裡面 你很多將AR VR的Vision這方面 跟AI的技術的融合 還有XR的遊戲的開發 還有Meta 就是元宇宙各方面的這方面都有介紹 今天我們來談一個比較直接進入到市場的一個問題 就談AI這些產業 它在全球目前的應用面的影響是怎麼樣 首先第一個我們想說是不是請您先介紹一下 AI目前這個算力最主要的話是GPU GPU在全世界目前引領全球的最大的兩個廠商 一個就是MVDR 另外一個就是AMD 那我想說你是不是簡單講說 為什麼是GPU在AI裡面是佔最主要最主要的零件 運算的核心 對 沒錯 我想我在從學校裡面開始做AI的研究到現在超過25年 其實整個AI的發展從傳統的演算法跟它的資料 到現在真的是GPU跟未來的大圓模型 因為這部分的話在GPU裡面它得到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運算能量分散在各個地方去做平行運算 那大家知道GPU裡面就很多是在做3D的圖學運算 結果它在3D圖學應該得到很大的成功 有個大突破 對我們現在的3D的顯示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遊戲 我剛剛提到的遊戲 它的顯示的畫面非常的漂亮 因為它是用電腦去模擬出來的 可是我們現在透過AI裡面的深度學習 跟機器學習也發現了說 如果我們用GPU去計算這些類神經網路的部分的話 它會得到很大的一個突破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兩邊互相幫忙 一個是算力的提升 一個是演算法 從原本的演算法的概念變成現在的一個深度學習 到現在深度AI 所以這兩個是要互相幫忙的一個角色 那講到這個的話就是說 基本上因為這個GPU 它是這個晶片 它是影響到我們AI最主要的一個組件 那因此NVIDIA在這個市場上 它佔去了大概現在目前整個 9成以上的 那另外一家廠商呢 就是AMD 那所以這兩家廠商 我想了解一下 好像他們的所有的晶片的代工 都是台積電 因為它可能需要更 在製程上面來講 跟它整個量率來講 實減台積電是最好的首選 那所以就是因為台積電也能突破到這個奈米的2奈米 或3奈米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他們這個GDP的因為算力要大嘛 所以更需要這個更強大的這個晶片製程 然後製造成他們的GPU的晶片 好那除了這個所謂的GPU以外 另外一個領域好像就是雲端的運算 雲端的運算 你簡單的介紹一下雲端運算這一方面 又是一個怎麼回事呢 影響到我們這個AI的這個發展的市場 因為大家可以知道現在的這個AI的使用上來講 它不外乎三個部分 一個是算力 一個是質量 一個是傳輸 所以現在雲端運算就剛好滿足這三個選項 因為大家可以知道算力 它需要很大的這個超級電腦 或者是伺服器來做這個AI的運算 第一個是資料量 很多大圓模型它其實用到很多的資料量去訓練 所以一般人使用者為什麼比較難去訓練 這樣的一個大圓模型 因為就卡在算力資料量不夠 所以現在目前很多這樣的一個 包含OpenAI跟這樣的AI公司 它就透過這樣雲端的運算的概念 把他們的服務就部署在各個雲端的設計 那像那種大圓模型 還有這樣的就是大資料庫有的 這個公司就不多了 可能就比如像我們知道的Google Namazon這些的公司 中國也有像成訊阿里巴巴 所以他們因為具備這樣的大資料庫 所以加上他們可能就是採購了很多的GPU 然後做一個超級電腦 然後他們就很快速的可以把這些資料 做部署在裡面了解 那第三你說通訊是 對就是5G 我們現在很多的那個回答 是要很快速能夠回答 我們剛剛提到智慧交通 我現在找停車位 我不可能等AI花了很久時間才算給我 可能要幾秒鐘要得到答案 所以這個通訊數字要 所以要滿足這三個的話 基本上就是雲端的所有的設備 相關的運作跟伺服器合作 就可以快速的提供給我們消費者 或使用者的一個終端 來操作就對了解 所以現在目前已經瞭解到的 像美國的這些大的雲端的公司 跟中國大陸的來比較起來 市場的占有率大概比例是多少 當然以現在目前我們來看的話 當然還是以美國為主 因為很多的那個大元模型的設計的公司 跟開發公司在美國 所以包含你剛剛提到OpenAI 那其實還有像那個Google 他還自己做出來的 Gameline這樣的一個AI的模型 然後像Meta 他們自己做出一個開源的 Open Source的模型 最近也開發新的模型出來 所以這部分你可以發現 都是原本在網路跟通訊市場裡面 已經是一個霸主 好像Google是網路跟雲端的霸主 然後Amazon它是整個電子交易的霸主 那接下來Meta它是元宇宙上面的一個部分 所以你可以發現原本 它在雲端雲端上面的一個優勢 它現在可以轉換到AI這邊來 我請教一下 像這麼多的公司對不對 您最看好是哪一家 包括OpenAI 然後Amazon 以美國來講 Amazon還有Google Meta 你覺得哪一個將來比較有可能會是 這個佔最好的 是的以目前的整個AI的開發來講 一開始OpenAI佔據很大的一個先行者的優勢 因為它最早開發這樣的一個事件是AI 是可以讓大家覺得說可以開始用到AI的功能 就GPT 對 那後來的話 你會發現大公司都跟進了 像微軟就直接投資OpenAI 然後成為它的一個很主要的設備跟服務的提供者 那現在的話我想 後面的兩大強權 Google跟Apple絕對不會放掉 所以大家知道現在Apple把它的電動車的市場 把它放棄了 對它現在就是轉頭 我也來做AI這部分 甚至AI 所以其實Google跟Apple 這兩家公司 原本在它的整個市場的戰略其實相當高 而且是美國數一數二的公司 所以它後續在做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的公司 孫博士這樣子 我請教一下 就是延伸跟您所解釋的 我有個題目想請教您 就是說像Google它是用安卓系統 然後蘋果它是用它iOS系統 那這兩個系統是好像不相容 它各自有各自的作息 您覺得未來的發展的市場面 哪一個會比較有優勢 是的 因為他們兩家在整個手機市場的 佔有率都相當高 幾乎就佔了90%以上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去開發這樣的一個生態系 那AI的公司它有去選邊 比如說我開發的App 我到底是要在Google上面上架 還是在Apple上面 所以他們兩個 第一個會彼此有一個競爭性 第二個很多的現在的AI 它都走雲端 我們剛剛在上一段提到說 雲端服務也是 所以它可能就直接開啟瀏覽器了 它隨時就跳脫兩個做系統的跟班 所以它兩邊都可以去做 就是說我雖然拿蘋果手機 iOS系統 但是我上了 我開瀏覽器 我上雲端以後 我都可以可以操作 譬如說我是拿著另外的三星的手機 然後可能安卓系統 那我一樣都上線 上到雲端 一樣也是可以操作 是用到AI的功能 那現在我所知道 中國大陸也有在發展 他們自己本身的大元模型 大元模型 比如像鴻蒙 現在華為也推了一段時間了 將來他們的競爭力上面 你有什麼看法呢 我想這個大元模型 它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有所謂的地區性 因為原本的大元模型 它是以美系英語的國家的文字為主 所以你會發現 它在回答一些跟個別國家 比如說台灣的一些相關的文字 或者是內容的話 會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其實他們自己有做 我們在英國科會的開發之下 我們做了一個台灣福爾摩紗的大模型 就是以中文台灣地區的內容為主 你剛剛提到中國 它更需要這樣的東西 它是要把自己的語言模型變成它自己的話語權 它要維持訓練自己的模型 那在鴻蒙 iOS或是Android 他們都有各自的一個市場 但今天這幾天有一個勁爆的新聞 這個新聞是什麼 就是華為它的筆電 出了一個AI筆電 更好玩的是說 它的AI的晶片是買了Intel的晶片 你覺得這不是很好玩嗎 就是它自己發展 然後它又鴻蒙系統 然後它又買了美國Intel的AI的晶片 你什麼看法呢 是他們事實上有在脫鉤嗎 沒有脫鉤 事實上還是融合在一起 我想這個我剛剛有看到這則新聞 就是說華為去採購Intel的CPU 剛剛我們在上一段也提到說 其實現在的AI的運算跟訓練 都是用GPU 所以CPU它對AI的 就NVIDIA 對CPU對AI的推進來講 其實不會像GPU的那麼大 所以當然它也是有 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忙 因為如果說你GPU不夠多的話 我們還是會用CPU去算 這樣的一個算力 所以剛剛你提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美國剛剛關注大家的新聞 他們自己也在了解說 為什麼會把Intel這樣的一個高速的CPU 透過這樣的方式轉賣到華為的筆電上 那真的是很高深 我的判斷是會不會是它有點就像NVIDIA一樣 最好的它沒賣 然後它用一個在限制法令限制下 可行的一個四等的AI晶片或是GPU 賣到中國大陸 然後讓華為的筆電手機它可以使用 同時又證實了一件事 什麼事就是中國大陸終於接受說 美國的AI的晶片 或者它算力各方面還是優於中國大陸 自己本身現在目前開發的 因為CPU這一塊 其實Intel本身就是它的優勢 它從一開始我們用CPU來講 都是用它的CPU 未來它在AI上它絕對不會去蠟對 所以它這部分的話 它可能藉由這樣的一個華為的合作 它想要去試一下水溫 到底這樣的一個CPU 在AI的運算裡面到底可以幫多少 所以只要華為用了以後 那美國這邊把AI提高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他們的理想 理想筆電 或是在中國大陸美國的產品 會補還是什麼 他們都會可能跟進 都跟進買了 好像中國大陸每一年 大概有上億的筆電 如果說AI的筆電真的推出來以後 可能對Intel的整個公司的成長 然後這個經營業績越來越好 那怪不得這幾天好像它的股價上漲 然後台積電的股價上漲 因為Intel本身是一個 我們自己會有自己的經營廠 因為美國的AI政策希望說 它把很多AI的產業 或者CPU的產業留在美國 所以其實台積電也到美國 它還是要市場 就他們自己升任出來的高階晶片 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它還是要需要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談到這個的話 我來想要請教您一個問題 除了筆電以外 未來比如說像手機方面 它也要AI的手機 我想說除了Intel它生產晶片的話 像Google手機或是蘋果手機 它現在也要準備往這個方向再發展 那您覺得說這個發展的趨勢來講的話 您的看法怎麼樣 包括華為自己現在重新在走入手機的市場 那您的看法呢 我想邊緣運算一定會成為AI的一個未來的發展 邊緣運算 因為我們成為說很多的手邊社會 比如說我們的手錶 我們未來的手機 它其實都會具備AI的功能 因為AI的功能 它是可以不同的資料庫的資料金 比如說大型的雲人資料庫 就知道雲段去運算 可是你說中小型的AI的模型 就可以在手機跟手錶上面去運算 所以它邊緣運算 一定會擴展AI目前的使用量 那所以未來的話 就是看大家的使用需求是什麼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些廠商 他們設計開發的這些軟體 跟生產的硬體 如何結合的更有效率 然後讓AI的這個功能 發展的更強大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市場面就佔得越高 當然也就是 很多新的服務可以出來 那以這樣看下來的話 如果以這個生產AI晶片來看的話 還是美國在未來的幾年 甚至10年還是以它為主 那中國大陸可能還限制上 是因為它的硬體製造業 可能還是沒辦法跟上 就是在AI晶片這方面的生產上面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生產 像我們台積電 二難以三難以等級的 真的是要以台積電為了 所以大陸那邊還是沒辦法 所以可能他們要 要不要彎到超車 或是跟美國妥協 然後為他們未來的整個電子商品的市場 做一個更高層次的提升 沒錯 好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我們孫志斌教授 這麼深入淺出的 把現在目前市場上面 AI的發展的一個情況 做一個很深入淺出的介紹 我們再次謝謝我們孫教授 今天為我們大家觀眾來做這樣的一個解說 那我們下次再有機會 我們再來邀請孫教授 來我們的節目跟大家講講 除了AI以外 我覺得XR的部分更有趣 年輕人特別喜歡 好不好 那就這樣謝謝各位觀眾今天的觀賞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來要求孫教授到我們的節目來 來跟大家講 他未來學的另外一個城市的發展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e road 啊 啦 我 這樣 我們 呃 谢谢大家